是统计局贾局长的父亲去世了 按父亲遗嘱 桑是要在老家村里办 贾局长给村里的红白是经理奇书十万块钱 叫他一定把桑里办得气气派派 风风光光 老奇书还没办过这么大的事 挠着头皮说 这儿领导啊 乡下人没见过啥事面 别到时给你办砸锅了 这样吧 你给我派俩识文断字的给我当助理 到时也有个担待贾局长一听也有道理 就把自己的左膀右臂干事小徐 和办公室主任老左统统派给的老奇书 小徐和老左表示一定不如使命 拿出百分之二百的水平把事办好 可刚过一天资金就告急了 贾局长晓得孝子要眼不见耳不闻 任凭活人操办 但这也太离谱了 一天花了他十万 再冤大头呢 他向奇书问究竟 奇书义正词言地说 我给人办了一辈子的事 贪过谁家一包烟了 这时流动饭棚的老板来报区 奇书三天让我办八百桌酒席 实在没可能啊 贾局长急了 八百桌 你们打算让全国都来吃啊 奇书也猛了 八百桌 明明说了四十桌 不信你看我开的清单 贾局长看着清单上各项花笑 写得明明白白 没有一项特殊 贾局长也迷惑了 哪里出差子了 你们平时这些事都谁负责 老奇书立刻把直视喊了来 直视信誓旦旦拍着胸脯保证 都是按着单子办的 不会错 并且当场掏出了单子 老奇书用眼一扫单子 眉头就皱了起来 问道 咋和我这张底子不一样呢 谁给你的 直视说 市里的领导给的奇书问了一声 我是另腾了一张清单 给了市里那两位同志过过目 把把关 小徐 老左也赶来了 贾局长之问道 四十桌九席 怎么愣给整成了八百桌 小徐嘟囔着 咱也不懂村里的事 老左平时要我见到数字 一律翻翻 贾局长暴跳如雷 翻翻是八十 你数学咋学的 老左说 我又在后面加了个零 你以前都这么要求的 这时 有人来通报 骨灰盒二十只 花圈六百个 笑貌四千顶 全部置办齐全 齐叔一脸苦笑说 反正也放不坏 留着以后用 贾局长当时就背过气去了 谢谢啦 那